嗨,大家好,我是六六 今天我收到了我做YouTube以来的第一个公关产品 这个公关离合已经在我手里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网站吧 它是一个在美国的主营韩国护肤品和彩妆的一个网站 叫做Beautique 大家可以去它网站上看一下 我觉得韩国的很多品牌 就是那种非常让你有少女心的设计 之前我在LA的时候也是住在K-Town嘛 每次去逛一些韩国的商店啊 我都会忍不住买很多 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它的包装太可爱了 忍不住要买 而且很多韩国彩妆 其实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和划算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收到这个PR领盒里面都有些什么吧 其实有一些东西呢 是我自己在它网站上挑的 然后有一些是他们直接送给我的 嗯,我还蛮好奇的耶 当时在挑产品的时候 我都没有做功课 就觉得哪个好看 我就选了哪个 诶,上面有给我一个小卡片 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你看不太轻 嗯,好可爱 但这网站上真的有很多品牌 是我平时在代购啊 或者是在一些韩装店里 都很少看到的牌子 我觉得这点还蛮吸引我的 嗯,这个就是他们的包裹 网站的名字在这里 啊,你看他这个包装上的这个sticker 都很可爱 其实我之前也经常买一些韩国海色面膜 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 我手里的这些就是在他的网站上挑的面膜 天哪,真的超级萌耶 这是一个棉花糖的面膜 这种小支的 感觉很方便携带 如果我要是短途旅行的话 我应该会选择这种很迷你的包装 带着很方便,不占地方 这个也是 嗯,知道韩国其实非常流行这种三部曲的面膜 就是有一个精华啊,眼霜啊之类的 然后下面才是一个面膜 哇,你们看他的面膜和包装 真的都非常可爱 这个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就这种小条条的包装 这个是一个啤酒 难道是啤酒味的 我也是看到他上面印了一个啤酒 觉得很好奇 就选了这一款 除了那种非常可爱的包装非常吸引我之外呢 还有就是这种很简约 看起来很高级的包装 像这个牌子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见过吧 这个应该在韩国还蛮火的 嗯,这些就是我在他们家跳的所有面膜 接下来的就是一些彩妆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口红 它是一个糖果的形状 我把嘴上的口红擦掉了 来试一下这个口红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种唇釉 真的是像Candy的味道 特别甜 颜色好好看哦 这也好适合画咬唇妆 嗯,它这嘴里也是甜的 好像在吃糖 特别像我今天那种妆 我觉得还挺像韩国偶腻的 有没有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样 这是一个腮红 我今天已经打过腮红了 但是可以在手上试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它是这种支架油一样的包装 好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的这个腮红 非常火 忘记叫什么 Addition吗 好像是叫这个吧 我挑这个颜色有一点点的偏粉 试一下给你们看一看 它跟NAS的那种腮红 液体腮红的质地完全不一样 那个还稍微有一点点粉粉的感觉 就是带一点粉质的感觉 这个就真的是完全那种很水的质地 我今天脸上有涂在红 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 我今天涂得不是很多 在镜头里面没有特别红 它非常好晕开 也是那种很甜的味道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我好像还选了一个腮红 也是这个牌子的 就是一个这种管状的 拆开看一下 食物是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 不过这种液体腮红非常的耐用 而且它的开罐日期不会很长 所以这种小制的还蛮好的 这个质地就更加的cream 就不像是那种很水的感觉 可能需要你用海绵蛋把它给晕开 这个我就不往脸上试了 它也是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 接下来是一个 这个是什么 染霉膏 你看它的包装 上面是个小的猫头鹰 它是这种刷子 所以它应该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染霉液 就是你可以当眉笔来用 我选这个色号是2号 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感觉不太适合我现在的发色 比较浅 但这种感觉的染霉液 我觉得可能我需要练习一下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刷头的 像支架有一样的刷头 不知道画出来效果怎么样 然后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应该是个眼线笔 它是这种可以拧出来的 我挑了一个黑色 非常浓郁的黑色眼线 很好画耶 非常滑 好啦 这个beautique网站的开箱就到这里啦 它们在10月26号的时候 会有一个全占40%off的折扣 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没有非常喜欢的彩妆啊 或者是护肤品 那我收到的这些面膜呢 我会挑出一半来送给你们剩下的 我准备自己试一下 然后给你们写个心得 或者是测评之类的 如果你们想要这个面膜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啦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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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